麥齊光聽取盤詞後離開區域法院 沒有回應記者追問 麥齊光和曾景敏被控一項串謀詐騙 同分別兩項和三項使用虛假文件意圖欺騙罪 早前已被裁定表證成立 案件會押後到8月8日聽取求情和判刑 兩名被告向法庭說 願意償還涉案的款項連同利息 麥齊兩人分別會償還70萬元和120萬元 法官陳仲恒在判詞中提到疑人的公辭 全不可信 全屬方說是全心隱瞞 認為被告有責任向政府披露本身所居住單位的利益 但他們故意隱瞞個人在單位的真正身份 認為麥齊光明知而作出虛假聲明 法官不接納麥齊光說當日只是考慮買樓 也不相信二人曾定立信託聲明 又認為二人都曾接受過高等教育 沒理由不知道甚麼是實實申報 二人明知在租住單位有財務利益 但明知固犯有意圖地損害經濟 法官強調在考慮案件的時候 絕對沒有考慮任何政治因素 只是依據控辨雙方的正工作考慮 62歲的麥齊光和57歲的曾經文 被控在1985年6月至90年間 胡租城市花園兩個單位之後 虛假二人居住的單位沒有財務權益 處謀詐騙港府、申領及收取一共70萬元的自行租屋津貼 事件在去年被揭發 麥齊光上任發展局局長12日後就辭職 香港粉絲記者廖正文報導